好,大家好,我是第一次 然後底下呢,這些就是我的成員 然後呢,就是在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之前 想先問大家想出問題 就假設如果你的Rudy Flow的關注規律 偷竊這個行為 那你平常去西巴克,你會拿走報紙嗎? 好,好想 那部分同學都不會嗎? 那如果我們改變一下情境 就是呢,就是當西巴克快要關門了 而且這份報紙,就是對你的其中報告非常的重要 那你會不會拿走這份報紙 就是可能現在,小部分的同學就會開始猶豫了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狀況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Rudy Flow是主題,就是道德書裡 道德書裡,它是社會心理學的名詞 然後它主要是在講說 我們會透過八種的疏離機制 然後去說服自我的道德標準 在你特定的情況下 在你特定的情況下 然後不適用你自己 然後所以會讓我們去做出一些 比較不道德的行為 而且並不會感到羞愧 然後底下呢,就是八種的疏離機制 第一個是扭曲結果 扭曲結果的意思就是講說 我們會扭曲或是會不重視 不道德行為所產生的結果或是後果 然後讓我們不會受到自我譴責 就是像是Paper就講說 去星巴克拿稻子 並不是一件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然後另一個就是責任分散 就是我們會將不道德行為的責任 去分散給每一個人 然後那我們對這件事情 只需要付出一點責任 例如像Paper就有講說 每個人有時候都會拿一些小東西 然後第三個就是優勢比較 就是我們會將我們不道德的行為 去看我們會將我們做不道德的行為 和更糟的行為去做比較 然後去合理化我們原本做的那件事情 就像是Paper就有講說 比起其他人做的事情 就是拿走報紙 這根本就是委不足道理 好 接下來 下一個是責任推脫 就在講說 當然如果你看到當局者 做一些違反道德的事情的時候 那麼你做的事情可能 你就會覺得你做的事情也不怕 就像Paper就有講說 他看到星巴克員工去拿一些職 所以為什麼他不行 然後接下來是道德變解 就是在講說 我們會把一個不道德的行為 然後重新解釋變成一個 然後就是社會上讚揚的事情 就像是Paper就有講說 他拿這個報紙 是因為他想要成為一個見識多廣的功力 然後這其實還是文過是 就是講說 我們會透過一些比較中性的語言 然後去將我們所做的不道德行為 變得比較良性比較無害 例如Paper就有講說 他不是偷這個報紙 他只是借這個報紙 接下來是去人進化 去人進化就是講說 就是講說我們 我們不會把受害者當作就是人來看待 就是他不符合人的一些特質 然後接下來就是譴責歸因 就是我們會將不道德行為的責任 歸咎於受害者 就像這邊Paper來說 七八克他是受害者 但作者就會認為說 就是因為七八克他收取了太貴的那個咖啡 就是他的咖啡太貴了 所以我們值得去拿他裡面的報紙 好然後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文中已經介紹完 剛剛Ris講的那八個特徵 然後他後面有提到說 根據普通文獻 他有認為那個道德脫離是 魔魂等的特徵 當然有可能是個過程的影響 然後首先我就先探討說 他是 就是他這個魔魂等的特徵 所以第一點他會強調說 道德脫離是 根據不同的特質 而去產生不同的影響 然後最後會說到下面 這三個情況的評價 第一個就是人質的行為 他人質以及外界環境的作用 三個彼此交互因 那產生了道德脫離這個現象 然後最後一段文章講到說 那個年齡是 算是造成道德脫離的因子 其中之他裡面舉的意思就是說 小孩子如果是在 就剛出生的一歲半到兩歲之中 如果他是活在一個比較缺乏的 很愛 比較混乎環境的話 會比較容易產生那個 道德脫離 或者是說 那個小朋友是 就是人大概是十一到十四歲的時候 那時候 所謂的 大家知道所謂中二年齡的時候 會比較有明顯的道德脫離 可能就比較明顯 好 然後接下來他除了講說 道德脫離的是人的特殊 他又可以講他是一個 一系列的過程 所以這一些過程他就先講 講出一個 可能導致 道德脫離的影響 首先就是講 他裡面想要一個 你人質或是人 他本性就是喜歡去做欺詐 或者是說他身旁人 都有在做欺詐的行為的話 就會產生這個道德脫離 然後接下來他有講的 文章有講到說 譬如哪些因子 因子他會 加強這個道德脫離 或是減多這個道德脫離的產生 然後減多的部分的話呢 就文章主要說會講到說 教育是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是要就是 教導人們說 因為哪些 習慣會造成道德脫離 然後教導人們去避免再習慣的話 就能也 那個 可以也有效的 減少這個道德脫離 另外如果是上下階層的話 如果 公司上市能夠給 員工有明確的目標 或者是比較太過壓抑人工的話 也可以見到他們的道德脫離 然後 至於會加強到很多你的因素 有可能就是 人情要是處於一個 壓力不大的情況 或者是說他的 深所環境不太好 然後 後面的文章有其他問題 就是 如果人是接觸那個暴力的 我們去像一些 槍戰戰爭模型的話 那個 其實暴力的因子 也會去影響到 有沒有會有產生到人 而已 那就是 最後最後 而且目前他們說 關於 道德處理 他們現在有做什麼研究 然後有些研究會把 道德處理當成是一個過程 那也就是中間變數的部分 然後有些 有些研究會把 道德處理這件事情 當作是一個個人的特質 然後他當作是個人特質 他就是一個討解變數 然後有些關於 關於把它當作一個是一個過程 中間變數 會把它當作是 作弊與 忽視道德觀念之間的一個關係 來加強他的關係 然後或者是個人的悲傷 會減少對別人的責任感 然後也會透過就是 道德處理的關係來 介紹對別人的責任感 然後在工作環境上面 都領導者 與工作環境的道德感 會因為就是 道德處理這個過程的關係 而改變 然後在個人特質上面 如果一個人受到輸入 然後他的道德處理特質 會因為他有道德處理這個 特質的關係呢 而改變 而去傷害別人 然後下一個就是 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名譽 很重視的話就會殺火 然後如果有道德脫離 脫離的這個困層 他會更加的嚴重這樣 然後最後呢就是那個 在一個工作環境之裡面呢 如果擁有一個 擁有高度的道德觀念的一個 領導者的話呢 如果員工還是有高度的 高度的道德處理感的話 他不會因為他的領導者 有好的道德觀念感 變成這樣 那就是以上這種方法 謝謝第四組的報告 我先問一下齁 上次我們在看那個 你先回去沒關係 上次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啊 電影裡面我記得有一段話 很好玩的事情是 記不記得那時候 那個大老闆叫什麼 叫陶德嗎 陶德看到那個Rocket Scientist的時候 叫他解釋的時候 他講了什麼話 你們記不記得 他們很喜歡講一句話 你能不能用英文跟我講 OK好 那所以我們都是MBA對不對 那MBA來講說 未來你可能會碰到各式各樣 專長不大一樣的人 所以這整個的訓練當中 我希望訓練出來的事情是說 大家能不能夠用白話文的方式 把你們的概念講出來 好 那我想要找誰來測試一下呢 後面同學好像在那邊對不對 來沒關係 你們借我玩一下好不好 你先回到他的頭影片裡面 他的頭影片 他的頭影片 他跑掉了 好 你們剛剛怎麼樣解釋 那個中階變數跟調節變數的 要不要再解釋一次 要不要再解釋一次 就是他如果當作是中階變數 它其實是一個過程 這兩件事發生一個過程 然後他如果當作是調節變數 甚至一個人和之 哦 那你們聽懂了 哦 失敗了 你看有人聽不懂哦 好 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這一次很想讓各位練習 就是說 盡量把話講成 就是某些時候你要學會 你知道怎麼用專有名詞很好 但是你也必須要有能夠 除了專有名詞式的那種 快速的表達方式之外 也要能夠逐漸的訓練出來另外一種 像講白話文的方式 那這種方式來講 對於日後各位的溝通上來講 會很大的幫助 好